這個也是非常的幸運 昨天大年初三 在金門新年的活動超熱鬧的 有民眾特別起了個大早 到廟來搶福袋 也有廟是推出了 如果這個拔杯 可以拿到40萬轎車的活動 結果有人連續拔了15個聖杯 馬上把車子帶回家 宝貝 用力拔 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 大家雙手合十 使出全力要拔出聖杯 哇 這位老兄拔出聖杯 全場民眾熱烈歡呼 這場寶貝大賽在小金門寶神大地廟 已經連續舉辦7年 誰拔出的聖杯最多 就能把價值40萬的汽車開回家 今年戰況超激烈 吸引將近4000人來參加 而幸運得主就是這位 連續直出15個聖杯的70歲阿伯 麻煩了 麻煩了 你這一次參加嗎 有幾次了 真的好幸運 新年拿新車阿伯笑得何不龍嘴 而在金門泰武山 也有廟方特別準備2000份的福袋 吸引民眾起了個大早 要來求好運 一二三 想大的感覺怎麼樣 覺得哎 今年的福氣賺大了 上千位民眾擠爆寺廟 福袋也瞬間被一掃而空 民眾吸加代券 希望在新的一年好運一整年 專一新聞李俊龍高佩蓉金門 採訪報導